HELLO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生活國際麻糬的產品教育店總監 今天非常高興要來跟各位分享造型產品 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造型產品 因為我都知道現在的女性 就是朋友們她們她們頭髮的捲度 都不喜歡她們她的捲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她們的頭髮之後也不太喜歡我造型的產品 所以在現在介紹的這支造型產品 叫做胺基酸的造型 那裡面也有豐富的胺基酸 可以在補造型品的同時 補充我們頭髮裡面最需要的胺基酸的造型 跟所謂的造型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讓我們在做造型的時候 又可以讓頭髮有許多效用的能力 所以等一下要為各位實際的示範 造型的產品怎麼去用在頭髮上面 然後怎麼可以讓它的捲度 展現出來會更激烈 我覺得也要為各位做 真正的司機示範 那麼除了有剛才為各位介紹的 三個主牌的胺基酸造型 可以適用在不自然的捲度上面 或者是比較大波 或者是熱做完的捲度之後 那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的 這個叫做 造型 我們也稱為它叫做 所謂的大量流 所以呢它可以讓頭髮呢 在做完捲度之後呢 那如果你不需要捲度呢 呈現是比較定型的效果 那麼可以利用 在頭髮上面 它可以讓頭髮的捲度 會有深的 和穩的造型呈現出來 所以呢 可以讓頭髮的捲度呢 可以更有光澤 更有亮感 那它們的頭髮看起來呢 它是一個有質感的一個髮質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會在實際操作的時候呢 那各位各位介紹的 接下來要跟朋友實際的實際操作呢 就是 我們把洗AA的造型 就是幫顧客做造型 那樣子的使用 那麼首先呢 我們幫顧客的頭髮洗乾淨之後呢 那各位會知道呢 首先一定要先做 幫顧客做好的一個頭髮的修復跟保養 所以我會先噴上 就是增色水跟增彩水 讓頭髮的水分呢 可以更有光澤 更有保濕的效果 那麼噴完水分之後呢 我們再來用 瞬間刷 做所謂的毛一片的修復 所以呢這個動作呢 跟我們很多的女孩子在化妝是一樣的道理喔 我們要先幫頭髮 或者是我們的皮膚做好 就是保護性的一個產品做保養之後呢 然後才來去這樣才妝 所以呢 我們先用 副髮的產品在頭髮上面做好 就是安全的保護跟打底的修復之後呢 那我們將頭髮吹到五分乾 現在的狀況是大概五分乾的時候的一個乾濕度 好 那五分乾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抹上造型的產品喔 我現在使用的就是我們的胺基酸造型乳 好 我們先也少量多次的狀況來做喔 所以我們先由髮尾由上往下 好 那因為我今天示範的model呢 我的髮量沒有很多 所以呢我沒有分成兩個層次來抹 那如果你的顧客頭髮髮量是多的話呢 那你可以幫顧客的就是分成上下兩段的頭髮 這樣子再抹造型品呢 會是比較平均的喔 就是可以讓我們每一個頭髮 跟每一個捲度呢 根本都很平均的抹上其類的造型 每一次的量呢 我們都不需要很多 這一個部分呢 我想各位朋友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頭髮太好的時候呢 它的捲度是有凹跟深的波紋 所以呢 當我們在抹頭髮品也好 造型品也好 千萬記得一定要 由下往上抓 由下往上抓 這樣子才可以把捲度 在游下把它的波紋跟深度再提拉起來 如果你是由上往下的時候呢 很容易就會把捲度給拉鬆了喔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抹造型產品的時候 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那我今天選擇的呢 是會用風罩 然後直接 打髮尾 放進去我們風罩裡面 然後再往髮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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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往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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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可以 剛剛我看到呢 Mina 用熱風罩 利用熱風罩裡面的這個 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 磁疏 然後 由髮尾的地方 往髮根拖 那麼你可以順地時鐘 旋轉 好 當你在旋轉的時候呢 你會讓頭髮的髮根 利用這個 熱風罩裡面的磁疏 然後旋轉瘋乾的時候呢 它的髮根會有成瘋的效果 所以也可以進階的就是 再把頭髮的那個髮根 然後做 增瘋的效果 好 所以呢 我們剛剛利用熱風罩 將頭髮瘋乾之後呢 你會發現 它的捲度呢 真的非常非常輕 而且非常自然 而且摸起來呢 不會有硬硬膠的感覺 不會讓客人摸完之後 像摸燈造型之後 然後有自然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呢 如果顧客要出門之前 或者是 當你幫顧客做完造型 捲度的時候呢 如果你覺得頭髮的亮度 或者是髮尾的光澤度 很不錯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 把亮晶晶的噴霧 噴在 顧客的髮尾上面 那麼亮晶晶噴霧呢 剛剛Mina也有提到過 它是除了有 亮油 它不會讓頭髮的捲度呢 像是黏的 會是硬的 或者是有很好的這種 捲度的定型效果 不會 但是呢 它可以讓頭髮的髮尾 沒有光澤的時候呢 會增加光澤度 讓頭髮的髮質 看起來是更好的 而且捲度呢 在噴完亮晶晶之後呢 會讓頭髮的一個光澤感 跟亮感 還有捲度的波紋更深 所以呢 在這裡會跟各位朋友 分享一個重點喔 也就是說 亮晶晶噴霧呢 基本上它是以亮油為主 它有護髮的效果 所以我們會把定位 是在護髮的產品 比較不會定位 是在造型的產品 那另外它裡面 也有氨基酸的成分 所以過客期不再噴 那個亮晶晶噴霧的時候呢 也其實是等於是做造型的效果 那這裡有一點要值得 跟各位朋友分享 就是當我們在噴亮晶晶噴霧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就是 產品跟頭髮 至少要距離到30公分 這樣子的一個距離 噴起來的時候呢 它的霧狀會打開 比較不會讓這個產品 是直接就是 直撞的噴在頭髮上面 會讓頭髮感覺這樣子 比較濕的狀況 那這頭髮看起來呢 髮尾的光澤度 也會更有亮感 然後更有光澤感 它只看起來就更好 而且呢 我們剛剛已經 有先使用 就是造型露 幫顧客的頭髮做完捲度 各位可以發現到 整個捲度的輕度 跟柔度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顧客會覺得說 抹著造型露 之後呢 就像一種造型露 一樣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呢 可以把它的捲度 提升的更敵敵 然後更有 更有光澤 所以呢 以上這兩個造型產品 是等一下提供給各位的 就是CAA的造型 跟亮晶晶的門路 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 謝謝大家 MING PAO TORONTO 阿約 C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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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AA